二米呀 你说 打了就打了呗 你还给他往上安啥呀 你说 妈呀 能不能少说两句 这不在找茬呢吗 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找啥茬呀 你瞅着这个都安烦了 烦了 哎呀 你说说 打小钱妈教育的话你都忘了 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 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 那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 你还给他强词多理的 找啥理由啊 妈 这一看就是风大寡倒的 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 反正就不赖我 我没放好 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 也没人碰的 他也没打 你说你这孩子 就是你打碎了 你就承认得了 你可真气死我嘞 哎呀 行 我打碎的 我打碎的行了吧 别生气了 我错了 再说了 现在不止我这样啊 就谁遇到这件事 他就得这样 不可能 你看 你还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 你一会等我们家前车回来 你看看他 你试试他 他肯定也是这样 二敏烈 今天我跟你说啊 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 不管办啥事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你知道不 你说不明了 陈顺风 哎 顺风 哎 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下古董 啊 你古董啊 妈妈妈 我听见顺风和我小姨父回来了 你这么的 我试着他 保证一试一个准 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你这孩子试啥事啊 别试了 听我说 哎 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呢 他肯定碰到后期 你身板 慢点啊 你这身板 小姨父 快来快来快来 来来来快点快点 我看看 陶啥好玩意 古董 哎呀快看看 先说好 慢点啊 这古董是我的 你的你的 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 我拿出来看看 有外人没有 没有 就他俩 他俩没事 他俩是蛤蟆跳井 什么意思 不懂 不是 俩人呢 不懂不懂 快点快点 拿出来 三国时期的 三国的 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胃 无 我就差数了 胃数无 这不三国的吗 哎呦我这吧 小姨父啊 以我看这两个碗 一个老胃的 一个老吴的 成大笔饭用的 没几年 你根本就不懂 他我不懂 假的 呦我天呐 妈呀 呦 呦这个好啊 西汉的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你听清楚不是成西汉的 是西汉的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西汉 妈呀 还有落魂呢 小姨父啊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 啊 现在的历史学家 管那个年代叫西汉 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咱们都不 你找谁见证的呀 我们楼下老王头 多少钱呢 三百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 你不算 蛤蟆醒了 妈 啊 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你那个是假的 哎呀都是一家人 你想咋说就咋说 啊 关键是人家那晚上太西汉了 咱那个行啊 咱那个远代的 啥远代的 啊 那个是我妈 他他有一个元代的清华词 你是不是都要放哪了 啊 所以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的 元代的清华词 啊 忘了放哪了 啊 哎呀我想起来了 他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对对对 干啥去呀 我妈说了 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无价的 你俩干啥去啊 对无价之宝 对 你家的传家宝 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对 我们这外星人肯定没份 我们也不惦记啊 哎呀那好 走走走 咱俩做饭去 对啊 别动啊 原代 元代 咱我不懂 青花词 我也不懂 我懂 我也不要 你不要我要好 我 你给我装恨你吧 哎 哎 来这 你干啥你 我去取取 来吧你 我先来吧 来来来来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呢我过不着 你这老鼻子 我我去 哎呀 沙发怎么翻了呢 蛮怪的那个 小姨子 刚才在那个小仓库 你看不看着 看见什么 啊 对 看见了 这这么长一条 活灵活现了 你俩看着啥了 猫老鼠 猫老鼠 猫和老鼠 沙木与杰瑞 哎呀 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 啊 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 我放了半年老鼠药 它也没人碰啊 哈哈 咱们 已经摇浪了 咱们